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进到2-2 复习一下功率 功率的概念很简单 就是把做工再考虑时间的因素 它的意思就是做工的效率 它的意思就是做工的效率 功率 那讲到效率呢 我们是要把它除上时间的 举一个例子 如果是1公斤的TNT炸药 跟1公斤的煤炭 这个是煤炭 那哪个拿去烧 可以释放出来的总能量比较多呢 事实上是煤炭 煤炭拿去烧完 如果都是1公斤 它可以放出的化学的能量 热量总共来说是比较多的 那TNT反而是化学反应之后 1公斤的TNT烧完 所释放的能量是比较少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TNT比较危险 那是因为在时间 它是在很极短的时间去把能量放出来 它的反应是很剧烈的 那煤炭它的燃烧就没有TNT那么剧烈 它的时间就是长 那这样算它的释放能量的效率 释放能量的效率来说 TNT的释放能量的效率就是高的 而煤炭释放能量的效率就比较低一点 这样子 就好像一个是马拉松选手 煤炭它是马拉松选手 它可以跑很远很远很远 但是它跑比较慢 而功率高的TNT就像是短跑选手 它可以跑很快很快 但是跑不远这样子 那我们这里就是说 我们有的时候除了考虑做工以外 我们还会去考虑说 它做工的快慢 所以我们会把做工去除上时间 这就叫功率 功率的代号是P 它是由英文Power来的 那它的单位呢 就会是做工 做工的单位除上时间的单位 也就是焦耳除以秒 那焦耳又可以写为是牛顿乘以公尺 对不对 因为做工可以写为是力乘以位移 所以焦耳也可以写为牛顿乘以公尺 那牛顿又可以再拆开 拆开成质量乘上加速度 所以我们的单位 还可以再继续拆成基本单位 公斤乘以秒平方分至公尺 再乘以公尺 再除以秒 所以最后结果是 KG就是公斤乘上公尺平方 除以秒三四方 这是用基本单位来表示的功率 它的单位 那这里比较特别的是说 我们要介绍一些功率的公式 首先要回忆一下 我们在前面便利做工的部分 有说 在便利做工的时候 是不适用 不是用做工等于力乘上位移 这是不适用的 那定利做工就可以适用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把它直接带进来 如果是定利做工的时候 把它直接带进来 在定利做工的时候 可以写为 力乘上位移 下去除以时间 那位移除以时间 这其实就是速度 其实就是平均速度 它其实就是平均速度 所以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它写为 是利去DOT速度 那记得我们的利和位移 是做内积 在算做工的时候 是做内积 所以我们这里如果把它写成 位移除以时间 变成速度 我们的速度的部分 也是向量 力跟速度做内积 这个叫做平均功率 因为它是 力去乘上平均速度 那要注意哦 它只适用于定利哦 那要注意哦 它只适用于定利哦 就是当时间极短的时候 当时间极短 任何受力可视为定利 所以我们就算不是定利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关系式 只是这时候的功率呢 叫做顺时功率 那当然这时候的速度就是顺时速度 好 所以这是一个新学道的公式 顺时功率 顺时功率 就是力乘上顺时速度 那平均功率 也可以看成是力乘上平均功率 那力乘上平均速度 底下这个是适用于 任何情况 皆适用 不管是定利 还是便利 都适用 最保险的就是用最原始的 最原始的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最原始的定利了 不管是定利还是不是定利 你都可以使用最原始的定义 好 那接着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 时间乘过来 就会变成功率乘上一段时间 就会是做工 那我们也可以使用pt图来看做工 pt图的面积 就会是做工 好 好 那接下来还有一点点 需要介绍的是 就是常见的单位 常见的单位 我们刚刚一开始忘了说 每秒几焦耳其实就是瓦特 每秒几焦耳就是瓦特 为了纪念改洋蒸汽机这个人 所以 用瓦特 来当做 功率的单位 那常见的是 千瓦 或者呢 可以写为 一个瓦 中间一个千 那它代表的意义就是一千瓦特 那也是一千瓦 这样子 那如果你在看奖益的话 奖益就会写说 益 马力 是 大约746瓦 所以马力并不是力量的单位 它是功率的单位 好 那最后还有一个叫做 能量 能量的单位 是一度 一度是因为我们 在算电费常常会用到 一度就是 一天瓦 去乘上一小时 那相当于是 10的三次方 每秒 10的三次方交耳 去乘上 3600秒 那就是 360万 交耳 360万交耳 是相当高的 相当多的 360万交耳 如果 我们 是重力做工的话 重力做工 是mg 乘上 落下的高度 h 那 如果只要是36公斤 重力加速度 是10 我们这个h 必须要是 10的四次方 才会等于 乘起来才会等于 360万交耳 那 这就相当于 你是36公斤的东西 然后从 1万公尺 10的四次方 是1万公尺 然后让它掉下来 掉到地上 这样释放出来的能量 才是 1度而已 所以各位 一度电才5块钱 真的是太便宜了 这么多的能量 竟能只需要5块钱 好 那我们功率的简介就到这